今天赵天琳委员在直询 刚上任不到24小时的 蒋炳黄部长的时候 他说他要他自首 在24小时之内 因为他有违法的事项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继续往下追 到底是什么 一个刚刚上任的部长 怎么会在24小时之内 就有违法的明显的事项 而必须要下台呢 赵委员您在线上吗 是文正兄弟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你好 你掌握的事项是什么 好 这是上午咨询的部分的那些 有关于他的学生 包括他在担任政委期间 督导不兜的这部分 我想都已经在咨询的 画面上看到了 那也已经经过证实 那我要求他24小时 来去公布的 是他的财产申报的问题 那我们经过这个监察院 送来到立法院的财产申报公报 然后跟这个监察院的网站 那依照这个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第六条 他必须要在三个月 就是三个月内申报 那在这个申报后的两个月内 他要公开 这个是法律规则 那我们就很仔细的从他3月3号上任后 一直到最新的这个 就是10月这一期第七时期的公报 对 里面完全没有看到任何就是江炳黄先生申报的资料 所以他是没有去申报他的公职人员的财产 我们当时确信是如此的 那因为除了他跟另外一位 那另外一位他是7月份才上任 还没有超过依法申报的期间 所以只有就是江炳黄先生一位 是没有申报资料 那我们也多次在这个 他的这个监察院的网站上 因为他的网站比较及时 那也多次的check都没有 所以我们会认为说 他从最迟要到8月3号 一定要公开的资料 到了10月都还没有 那我们当然就很质疑 而且我们认为他的财产必须要检视 有没有不正当的金钱往来关系 那我们这样子宣布后 我们明天要开记者会前 我们就邀请了监察院的官员 跟我们一起开记者会 那监察院的官员才告诉我们说 江炳黄先生有申报 那后来我们就很惊讶 那所以我们就前往去做最后的确认 那他们告诉我们说 原来他们实务上 所以依法必须要在这个2加3 3加2也就是5个月必须要公告 那他们只能 因为他们人力有限 他们的这个资源不足 所以他们只能做到 你的民众要到监察院里面 去阅览的部分 他只能做到如期在5个月 那至于公报的部分 跟网站的部分呢 那样的资讯基本上 跟他的这个依法申报资讯 是完全没有办法同步的 这个说法能接受吗 那个你能够查阅的话 你扫标一下放到网路上 需要多少时间 怎么会没有 对而且网路上我要说明一下 就是网路上的资讯 基本上不是全部资讯 他只是跟你确认说 比如说蒋炳黄先生这个人 或赵天宁委员这个人 你有没有去登录了 那你会在上面看到那个目录 但是呢 你要看到资本资料 当然你还是要到监察院或者是看公报 那但是他连这个网站上都没有 所以我们刚开始还是认为说监察院 是不是有维护跟这个护航之嫌 所以我们特别请我们的团队 在特别前往到监察院 用一般民众阅览的方式 确认了一下发现说 张宇黄先生确实在5月30号 有进行了登录 也就是申报的这个动作 那这样的一个部分恐怕会是 监察院内部的行政作业不及 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必须很负责任的 要帮他澄清 因为毕竟我们有要求他认为 这是一个他明知的违法行为 那我指的其实就是财财申报的部分 OK OK好谢谢 而且很少有委员这个爆料爆错了 会愿意更正的大部分人都凹下去 不过事实上他们也是不断在追踪 一直到追到监察院最后才发现 原来是监察院的疏失了 所以也不算是错误爆料 我这么说法其实也不全怪赵委员 因为监察院他用一个所谓 要申报的人太多 我们行政人员太少 所以作业不及 这个东西应该不成为 就是说你既然要有这么多人 要规定这么多人要申报 你就要符合法律来规定来 当然我觉得其实这个的确是赵委员 的确没有 就是说没有完全把所有的该查证的东西 都查证完 不过我觉得不能完全怪他 我觉得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因为现在食品安全已经成为 目前所有老百姓最关注的事情 而我们又知道食品业其实 随便一家厂商 如果你做到一定规模的话 它一年的营业额是多么惊人 虽然毛利可能有些有差别的 可能41%有10%有可能30% 可是因为食品临只要随便的一个 为什么有人说这个味加叫做5%充 有人说9%充 就是它只要变化一点点的这个 里面的素材 比如说几个例子 当时为什么会有塑化剂 就是因为你真正去做 这个起云剂的东西是很贵的 所以它干脆把那个烂像 人胎去煮完的橡胶变成起云剂 这一点点差距就有多少利润 所以我们这样讲 今天我们全台湾的人 包括马总统自己 他说他不是门神 他很在乎食品 那你就要赶快把你这个 最初负责食品的部长 优先po在网站上面 我们都很好奇啊 你的财产是多少啊 不要说一年后两年后 你的财产有重大变化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 我们监察院这个单位 像上次我们监察院长 跑去拜连战 拜郝伯春 你奇怪了 现在大家觉得连战先生 跟魏嘉有这么多亲密关系 至少有十次重要的会议上面 看到两家出现 你身为监察院长 你还跑到人家去跟他做礼貌心的拜会 我还记得一件事 当时发生证所事件 当时我们证交税少了500亿 还是监察院说不行 你证券交易所得税 可能会影响股票市场的变化 至少我们当时 还看到监察院做这件事 问解是 食品跟证交所哪个比较严重 当然食品比较严重啊 结果我们的监察院长 跑去找连战跑去 在这个关键时刻 跑去找郝伯春 你监察院要干嘛啊 我的意思是说 你能理解这个事情吗 老百姓现在食不安 我跟你讲有多严重 我住的那个地方 有一家餐厅 他们常常会炸一些猪排跟鸡腿 生意非常好 因为我吃过那个鸡腿 真的好吃 我必须说这些话 真的好吃 你大概差不多7点过后 你想要吃到他们炸的鸡腿 跟炸猪排 你基本上是对不起 You are too late too late了 太晚去了 我很难意味 我有一次就是8点钟 经过那个店 我竟然发现大家前面的鸡腿 跟那个鸡排 还堆得像小三一样 你就知道这些食安的问题 对老百姓的杀伤有多少 有多少厂商 他已经真的很辛苦了 在这么严谨的时间 我们经济察院竟然说 因为我们作业不及 那些小官员 我可以让你不要出现 卫福部的部长 我们这边有三位立法委员 现在还在为这个 食品法在那边拼死拼命 跟着这些厂商还说 你看你断了我的财路 我要对你们县长 要做这个就是不准 让你们这个党籍县长选上 遇到这么严重的事情 然后我们的检察院 竟然可以跟我们讲 跟我们民进党委员说 对不起我们作业不及 所以我们对他的财报 还没有公布 没有上网 全国的老百姓 你可以接受吗 你可以接受这样的政党 这样的监察院吗 你可以接受吗 你不愤怒吗 我们可以说 可以可以 就像这样子过去了吗 我觉得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马政权 到底 你怎么办 你的脑袋真的被那个 吃了太多的胃硬充的油 以至于脑袋僵化痴呆了吗 他没有吃 他没有吃 他没有吃顶心的油 我我真的 我简单这么说 简单这么说 其实刚刚讲到台大有立他讲 我觉得台大如果应该创 这个害他讲的话 马英九跟加英话 搞不好可以上榜 但是我必须提到 这个这个是谁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卫权的中央研究所的 中美域主任 中美域主任就是所长 他就是蒋米黄的学生 那他讲 他这里面讲 从卫权的网站 download下来看 他讲说比政府还严格 检验多好 可是问题从检查 换案的启示处里面来讲 这个研究所早就有检查 有问题 为什么他隐匿 而且他说使自己的属下说 不要讲说董事长讲 这东西 这部分我觉得蒋炳黄 可以做一件事情 他把过去他逃离满天下 他会找过来开个同学会 来这个自首说 你们家有没有 你们家有没有 我觉得其实这样的话 可能对社会是一个贡献 开个同学会来问大家 让大家自首 我对这样子的一个可能 就是说蒋炳黄要上任 我对他能不能做接受 我对他能做接受 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